真言二十四章十九二十节 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 也不要嫉妒恶人 因为恶人终不得散报 恶人的灯也必熄灭 这个世界充满不公不平 一般人的回应尝试随从世界 同流合污 或者是愤怒不平 怨天尤人 然而心怀不平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后果呢 第一不平安 第二负面的心态 第三苦读 真言告诉我们不要心怀不平 诗篇三十七篇也给我们四个应当 如何来面对不平 一当靠神行善 二当交托仰望 三当默然等候 四当止怒离恶 刘闭下 三当歌